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方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它毫无疑问深受欧美的文学 俄苏的文学 日本的文学 受这些文学的影响 但是它无论如何 它是有中国自身的这种特点 同时有中国现代 中国作家所面对的那种历史的责任 和它要解决的这种文化上的和审美上的难题 所以不能够完全的按照这种西方的 这样一个文学的准则去理解它 其实呢 这一点呢 我刚才已经大部分都是为了解释 我们第三点要讨论的那些前提 是吧 所以我就说 在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呢 这个相当普遍的情形下 我们再保持这种整体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念 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保留住现代性的历史理念的基本内容 尽可能地吸收后现代的历史方法 这就成为一个折衷的调和方案 所以对于我们当代中国来说 这个方案显得尤为可贵和实用 在现有的文学史的写作语境中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方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叙述的文学史一方面 它是一个从1942年 有这么一个起源 是吧 毛泽东的讲话 而后现代是反对起源和中心的 那么我也有这么一个起源 因为不从这里画下这么一个起源 我们后面的历史和前词的历史 这种断裂和转折它无法显现出来 那么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文学的发展的一种 主导的一种趋势 那么这些都可以看到 我的文学史叙述中呢 所带有的现代性的这种痕迹 但是另一方面 我用力图呢 去解决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激进化 它在文学上所构成的一种困境 又试图去反思和颠覆 那么这样一个激进的现代性的方案 它对文学起到了一种压制性的作用 我无法完全去认同 这个现代性的激进的方案 同时呢 也是把文革后的文学呢 看成是一种深刻的断裂和转折 所以这些呢 都包含了一种双重的态度 所以并不一定要用纯粹的主意 而且纯粹的主意呢 它只是我们理解的一种参照 是我们知识体系建构的一种材料 所以需要的是我们回到 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去 回到作家创作的实际中去 我们来解释 所以我试图做的就是说 在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 综合的基础上 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事 所以既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 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 又试图去揭示 这个历史过程中 被人为话语 符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形 所以保持现代性的历史观念 是为了获得一种 对历史的完整解释 但对其具体过程 对那些历史事实的关联 以及这个历史建构的方式 这需要保持必要的反显 大纳就是说 想从整体上来理解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其实从八十年代以来 就是我们当代 现当代文学界 所始终保持的 寻求的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是吧 那么八五年 这个黄子民前提群 陈平原就是我们 北大中文系的 当时黄子民前女学陈平 都是陈平原可能还在读博士 然后1985年他还在读博士 那么他们两位是老师了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提出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就是要从二十世纪整体 来理解中国文学 那么他也试图打通中国近代 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野 把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 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 看成一种整体性 然后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空下中 来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来看它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中国与世界的融合 以及新的审美语言表现 这样一种 在这样一种维度结构当中 其实是三个维度结构当中 来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样一个框架是很现代性的 是吧 它是用现代性的去理解现代的 这个概念可能大家 意思还是很难把握 现代我们描述的是一种历史的过程 是吧 中国1919年五四军中以后 被称之为现代 是吧 现代性是一种观念 我说我就是一个发展的变化的 无限进步的和目的的历史的观念 但是从现代性的观念 来看现代 就不是1919年开始了 所以关于中国现代的开始 这就有不同的观点 有现代性门牙的这样一种历史 都是现代的开始 所以西方的现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家说什么 大家会说工业革命 是吧 会说工业革命吗 但是汤英比 历史学家汤英比会认为 文艺复兴 他就会认为是现代的开始 那么不同的历史学家 会有不同的解释 吉登斯 他会把17世纪以来的西方 看成是现代的开始 所以关于现代开始 这个五花八 那么中国现代什么时候开始呢 所以我们会说1840年鸦片战争 帝国路里敲开我们的大门 这也是现代的开始 但是又说管民 那就有资本族的门牙 那也有现代的开始 是吧 所以从布兰戴尔说的这个漫长的17世纪啊 所以在西方的历史学家 今天会把17世纪看成现代的开始 当然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了 都不一定说 现代真的能够画开一条阶段 那么在我们对现代的解释当中 会有无数种说法 十种 二十种 是吧 那个 像《现代性的面相》 这本书 它会把基督教的世纯化 从那里开始 也把它看成现代的开始 那么哈贝马斯 他说 尼采 1870年写的悲剧的当生 那么他说 后现代什么时候开始呢 后现代 在中国 大家会说 21世纪才开始 是吧 那么在西方 会说80年代才开始 但是哈贝马斯说 尼采 1870年写的悲剧的当生 这是一部什么 这是一部现代性的 迟暮之作 却是后现代的 开山之作 就是1870年 尼采写下悲剧的当生 已经是迟暮之作了 1870年 现在已经晚期了 1870年 悲剧的当生 是后现代的开始 大家怎么理解 是吧 所以 但是呢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大家了解 这些知识的背景 就是这些知识 不是一个 需要的是我们去体验 需要我们是去体会 那么在 黄子平 前景寻 陈平原的 在他们试图 建构的20世纪 中国文学呢 是一个现代性的观念 就是希望在整体上 去把握20世纪的文学 那么认为他们跟传统 构成一种深刻的裂变 这个时候 中国文学 浓进了世界文学 这个时候 中国文学呢 有它自身的审美的一种要求 那么 重写文学史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 有学术价值的一个倡议 同时呢 当时也开了一个庄栏 也是对 不少的经典作品呢 做了一个重新的一种产制 那么可以说是 重写文学史的 一些非常好的尝试 那么这些 这个重写呢 实际上呢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海外中国文学的影响 那么特别是夏至清 那么 中国现代小说史 它这个小说史呢 是 其实当时是 在冷战的时候写的 是为 美国的这个士兵啊 这个受它 中情局的这个 给士兵的写一本了解 中国文化 因为为了朝鲜战争 了解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背景 写的一本小册子 在那基础上 后来扩展开来的 那么 当然并不能因为这个就认为 它是什么冷战的产物啊 也不能因为这个认为它带有政治的意识形态 那么夏至清先生的学理功底呢 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他是做新批评出身 他是从这一个这种学理中 所以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呢 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说 我们过去对这个 所高度评价的那些作家呢 他可能都给予了一些质疑 但是他对鲁迅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还是算比较高的 当然他对丁玲这些人 对蒋光词这些左派的作家 他是给予了非常严重的一种批评 但是同时他把中国经典的文学 是所强调的那些作家 或者说给予很高地位的那些作家的 他反过来 他把那些被压抑的那些作家 被贬斥的那些作家 他又把它翻出来 给予很高的评价 你像张爱玲啊 沈聪文啊 这个钱中书啊 他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所以张爱玲在当今中国 几乎是变成 现代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星 是吧 这个他的小团圆 这个一直高居销售防守 那么我个人觉得 小团圆是一部伪作 那么我一直想写文章 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但实际是没有时间 当然我这会得罪很多的这个脏迷 这个 因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只是作为我的阅读感受 我没有什么考证的材料 这个作品是不完整的 大家会发现 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文风 是不同意的 是吧 那么前半部分写的这个非常 非常零碎 非常啰嗦 有点像他们《金锁记》 那一类的作品 是吧 那个写得非常的啰嗦 非常繁琐 那么后半部分就写得比较明朗 特别是跟湖南城那一段 写的这个 这个恩 亲亲我我 这个你恩我爱 是吧 这个 而且你只要对照写湖南城那一段 他和湖南城写的 今生今世那个笔法 太相近了 大家想一想 张爱玲后来对湖南城恨之入骨 非常讨厌这个人 他怎么还会去写一本书 在这里面把湖南城写的 这个两个人 有那样的这种恩恩爱爱的感情 是吧 这个据说女性对过去的情人 大部分是恨之入骨 是吧 他跟男人不一样 他跟男人不一样 男人呢 他回想起过去 都会美化自己的情人 男人 难道把过去对自己 这个 这个 毁灭过 摧毁过自己的女性 都会想象的 哎呀 其实当年很爱我的 是吧 她是不一样的 所以张爱玲那么一个 非常 尖刻的女人 她 那么严格 我应该说 那么严格 她其实后来对胡乱城后来还写了这个 她还试图写了信给张爱玲想重新救好 其实被张爱玲断断拒绝 她 我相信她这样一个态度 她不会在小团园那里面再去写 跟胡乱城那一段写得那么美好 起码来说那一段是写得过于美好的一点 所以 而且那个文风太像今生今世了 所以我从这个来断定 至少是被人家非常非常严重的修改过 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我没有时间去 结果 小方言说实话 我读不太下去 我觉得 不是那么这个 太打动我 我想说的就是说 夏至清是使张爱玲的地位突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沈从文也是因为她有了很大的提升 后来还邀请到美国去讲学等等 那么这个也影响到了中国八十年代的后期 以及九十年代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重新的一种书写 特别是对沈从文这些张爱玲 他的前程书其实因为他只有少数的几部作品 这个无法建构起更宏大的这样一个文学史故事 但是张爱玲和沈从文他们是被抬得很高了 所以过去的那些作家鲁国毛八老曹 他都受到了更多的影响 受到更负面的这样一些评价更多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把过去压抑的作家给他翻过来 把高的作家给他打下去 我觉得这样一个重写文学史呢 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取的 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新的文学史观念的这样一种重写 所以有人说这有点翻烙饼 就是说你过去是这一面 现在把它翻成这一面 这个重写文学史认为有这么一种嫌疑 所以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会怎么看 但是我觉得总是对文学史进行重新的一种梳理 有它重新的一种挑战 是吧 是一些非常有建设性意义的 基础性的 开拓性的一种工作 所以这里说到要寻求新的一种理论观念 所以我就要回到我开始说的 要有一个现代性的这样一个观念 从这个观念重新去理解我们中国现代的文学 这才有一种新的一种建构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对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 特别是当代文学 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框架当中 它如何有自己的创造 如何在这样一个创造底下 它怀着巨大的历史渴望 有那么多的激进化的行动 同时它必然的不可能实现它的理想 是吧 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样一种现代性 或者说现代性的文学史 所以关于现代性 我这里不想做更多的解释 这里我稍微引了一点 是姚思他对现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考证 他认为这个概念 现代这个概念是十世纪末期首次使用 所以他是用指称古罗马帝国 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 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开来 那么现代一词是为了将其自身 看出这个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 结果也随着这种内容的更迭变化 反复表达了一种古代性 与古代性的过去的息息相关的一种时代意识 这一点就是大家把它理解为 现代是作为和古代区别开来的一个观念 我们现在说现代现在都说的 这个非常的熟练是吧 虽然这个词它最早在西方 它是十世纪就出现了 它是为了表达古罗马帝国 像基督教世界过渡 但是现代的同时呢 它也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 从基督教的世界中 分离出的世俗观念的 这样一种现代的过程 所以我给它下一个定义是说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 是指启蒙时代以来 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是一种在持续进步 合理和目的性的 不可逆转地发展的 时间观念影响下的 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 所以现代性的本质 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 具有整体性 广延性和持续性 感谢观看